哈喽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好 我是鸽子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玩了这个地图呀 它可就厉害了呀 这个地图的名字叫做 玩家大战野人部落 小伙伴们你们看 这个地图呀真的是野人全家福呀 什么野人都有啊 连地心世界的巨人都有 野萌宝啊 应有尽有啊 那话不多说呀 直接开始 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 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 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 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吧 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 我的天哪 这么劲爆的吗 哎 我好像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这些野人他居然不进攻我 他们居然不进攻我呀 不会吧 你们怎么不进攻我 我也是玩家呀 难道他们都傻了吗 他们现在完全看不到我呀 我来试试我的 看看我的 重击枪 啊 我的重击枪怎么打他们也没有伤害呢 好像我只有这个能量剑打他们是有伤害的 难道我现在已经进入了一种超级高的境界 可以让这些野人们瞬间看不到我 还有一种就是 莫非我就是野人首领 难以想象啊 我作为汽车人的一员 我居然是野人首领 小伙伴们 这个真的很难想象啊 好的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这个 率领着全部的野人 那我们来进攻一下玩家试试啊 不可以啊 我们是不可以打玩家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 打打这些野人啊 野人的话这个伤害力还是很足的 万万没想到啊 在这个地图中 我竟然变成了野人首领 太刺激了 哇去 他们这个 他们这个扔 扔东西这么这么整齐的吗 吃我一剑 我用能量剑打的太慢了呀 直接杀掉野人 就算我是首领 我也得要杀掉你们呐 他们这个数量不多啊 数量不多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能量剑 把他们逐个击败 哇这个能量剑的威力 也是非常的足啊 现在野萌宝的话 也就只剩下这么一点点了 来一波看看我的能量剑 看来这个野人联盟不行啊 我这是没有 不能使用机枪攻击啊 我这如果可以使用机枪攻击的话 这场游戏早都结束了 好的紧随着 最后一只小萌宝的躺地啊 那么本次胜利呢 就属于我们人类了 好的小伙伴们 那么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